赵少康点评低音《孙鹏爱子事件》直言受父母迁累 赵少康节目开播至今5年 图TVBS提供20180402 由赵少康所主持的《少康战青》是播出至今已5年 今2日开始延长播播时间至2小时 现场也特别庆祝节目在YouTube频道上 单月累积观看次数突破1000万次 并有20多万人订阅 是目前台湾观看次数和订阅人数最多的正论节目 问及节目时间延长 会不会倍感压力 赵少康笑说 不会了 原来一个小时不够用 经常录超过一个小时 由于大选将近 与美人张小燕的节目时段都因此有变化 赵少康表示 这是电视台的考虑 给我什么时段都可以 赵少康节目开播至今5年 图CBBS提供 2001 18402 提及敌音 孙鹏爱子孙安佐在美国扬言设计学校 被美国警察已设计恐攻之嫌逮捕 赵少康 赵少康表示 我认为留学年龄要就从小就走 不然就是大学在走 不大不小的年龄却很有压力 赵少康也说不了解孙安佐的状况 只知道孙鹏夫妻找了律师打官司 更说一开始知道很震惊 这个新闻闹得这么大有原因 第一个时机不好 第二个如果父母不有名也就算了 他是受到父母的牵累 真的是人怕出名猪怕肥 最后一会儿